這是三星這次推出的Galaxy Z Fold 4 那整個外觀其實跟三星過往推出的Z Fold的系列其實都蠻像的 一樣是在外面搭載一個6.2吋的Dynamic AMOLED 2S的螢幕 然後內側的話是採用了7.6吋的Dynamic Super AMOLED 2S的螢幕 那這次一樣是採用螢幕下的鏡頭的設計 那升級成2.0的版本 那這次主要是將畫素密度提高了1.4倍 那所以也是讓這次的螢幕下鏡頭的拍攝效果會變得比較好 不過如果仔細看的話其實還是可以 Bruisa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密數不匹配的狀況 所以在一些成像效果可能還是會有些不如預期 不過其實在整體使用上的話應該也還是算 足夠對應一般的視訊會議使用 那以Fold的設計來看其實它整體的實用體驗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 不過這次主要是將螢幕邊框做了調整 然後顯示比例也有把它放大到比較接近一般的智慧型手機的尺寸 所以在一般使用的狀況之下 它比較不會像前一代機種就是比較有點過於狹場的狀況 那攤開之後它一樣也是對應的 的706吋的螢幕的設計 那最多其實可以同時開啟上面一組APP跟下面兩組 左右分割畫面的APP的顯示 然後加上浮動視窗的話可以呼叫出更多的APP上 那其實在這次的多工使用上其實也變得比較方便 那這次更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升級是在背後的主相機 那在廣角鏡頭的部分它是升級到了5000萬畫素 那長焦鏡頭的話是升級到了1000萬畫素 然後支援了三倍的光學變焦 廣角鏡頭的部分是採用1200萬畫素規格 所以這次的整體拍攝效果會比較貼近Galaxy S22 Ultra的設計 那整個在使用內容部分的話 三星也是強調說在透過這次簡化凹折機構的設計 讓它變得就是比較簡單 那在維修上它也變得會比較容易 那耐用度其實一樣是維持20萬次的凹折的使用壽命 那在一般每天凹折的次數去計算的話 大約可以對應5年的使用時間 那在整個防水設計其實跟上一代的Galaxy Z4-3一樣是維持IPS8的等級 所以對於一般的生活防水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就是這次推出了Galaxy Z4-4